在汽车普及度如此高的今天 买车是每个人几乎都会做的一件事 很多第一次买车的朋友肯定是慎之又慎 选择好自己喜欢的车型 对比降位和性能等 而且为了图个省心 基本上大家买车都会选择在4S店购买 而不会选择价格便宜一点的车型 但是在4S店买的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最近大众的4S店就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失望的事情 大众作为一个汽车的知名品牌 大部分人对其抱着十分信赖的态度 原因没有其他 大众一直以来让人十分的放心 不论是科技感还是性能 给人的感觉就是踏实实在 但是自从有了大众排放门事件发生了以后 大众的形象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毕竟大众是一个深等人的信赖的品牌 所以偶尔出一次问题大家也都能理解 但这次大众就有点过分了 因为有位车主居然在大众的4S店买到了翻新车 车主花了差不多的20万 在4S店买了一辆大众 在第15天的时候把车开出去 贴镀心膜 但是贴膜的老师傅看了看车却说 这车修过 原来车门的地方有一大片打磨没修过的痕迹 这个没修过车的人一般都看不出来 这下可把这位车主给吓了一跳 后来车主去找4S店的人讨要说法 经调查确认这是一辆被厂家所陪过的车 这下那位车主可不情愿了 想要向4S店的人员要求更换或者赔偿 但是4S店的负责人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不仅如此 投诉建议部门却用各种理由推脱 拒不理赔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能接受 花了20多万买了一个翻新车 而且4S店的人员事先并未向顾客说明情况 属于欺诈行为 车主已经准备向法院起诉4S店 这种情况只要胜诉就是退一赔三 所以车友们也不要为这种情况担心 只要4S店敢胡来 他就只能赔个血本无归